其实我刚才一直就想到一个特别 有点八卦的问题 你看陶老师这么漂亮 年轻 年轻的时候肯定好多人追 你这个不是说八卦 好多人都问我 说你小时候肯定有很多追求 对啊 就这个颜值 我的天哪 我真的没有太多 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多人 要么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特别后知后觉 先生是靠什么赢得了您的芳心 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糊里糊涂就这样子结婚了 可能现在的孩子 这个接触的东西也多了 像我们以前真的 大多数的同学 他现在有时候聊起来 大家说我们怎么 糊里糊涂就结了婚了 你有时候往往想到太明白 还真结不了婚 就觉得大家在一起挺开心的就好了 也没有想到他家有多少钱 那时候也没 每户人家也没有说 谁家特别有钱 对不对 就觉得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这个人就比较正派 就比较阳光就OK了 我看到这个 看了生活中的照片吧 对 这是我们唐老师的女儿 特像姐妹俩 像吗 对 太像姐妹俩了 学的是什么专业 她也喜欢表演 然后也喜欢编导类的 你会让她走这条路吗 其实我特别不支持 我一说她看到我 她又要说我了 老妈永远不支持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路也蛮艰辛的 所以我不太支持 但是她现在喜欢 所以我很矛盾 她喜欢嘛 我也希望她做喜欢的事情 就像我自己一样 我原来我说我第一部戏拍完了 我就不想拍 但是拍到现在还在拍 我有时候静下心来会问自己 是什么原因 我能坚持到现在 还是喜欢 所以就很矛盾 那唐老师未来 在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那肯定像我们这个年龄 戏会越来越少 那还是要认清现实嘛 演妈妈 她们有的可能会嫌你大了 演奶奶呢 觉得又不够大 所以有点尴尬 演舅妈 演舅妈 唐老师这个颜值演妈妈 我觉得还算年轻的妈妈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 再演一些自己喜欢的 并且给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唐老师这样 就是你把一件事情交给她 她一定会努力地做好 是的 但是可能她并不是去说 我一定要去找一件事去做 就像当年唐老师 在去演戏的时候 最开始演乐剧 她可能也没有想到 我要去演电影 但是一旦把电影交给她 她一定要认真地去演 虽然很年轻 这可能跟她的性格 是有关系的 这属于没有太有计划的 有的人是我一步一步怎么走 他都会有计划 我就属于很感性 就像您说的 我可能接到一个任务 或者接到一个角色 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去演 但是我要去争取 比如说我跟谁去说 我要争取这个五号演 我做不到 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吧 陶老师当然动灵女神 这是肯定的 对 那么通过聊天 我觉得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生活中的绿叶 舞台上的红花 就是舞台上一直是主角 生活当中 甘当绿叶 那么希望陶老师 未来生活当中 当绿叶 辅作好您的女儿 当红花 给我们继续奉献 精彩的作品 再次感谢陶老师 谢谢陶老师 坠北 开键